為什麼民進黨在全世界透過宣傳到處講 說只有民進黨是愛台灣的政黨 國民黨是出賣台灣的政黨 國民黨才是最愛台灣的政黨 讓外國人都知道 我說為什麼最愛台灣的政黨 第一中華民國是國民黨創建 台灣是國民黨用鮮血保衛下來的 台灣的建設是國民黨建設出來的 連前幾天我說你知道嗎 連台積電都是國民黨時代創建 當時還是行政院開發基金 跟國民黨出錢創建 結果竟然有綠媒說我要趁台積電 說台積電跟國民黨有什麼關係 請問民國75年是不是蔣經國總統 是不是當時孫運璇當時的李國鼎才有台積電 這是事實嘛 所以我說國民黨才是真正最愛台灣的政黨 所以我要讓所有的外國人都知道 真真正正愛台灣就是國民黨 大家說對不對 那我說我們國民黨一定要走對的路 要提對的人 最後一定要無私無我團結才能夠勝選 什麼叫走對的路 最重要對的路就是真真正正愛台灣 愛台灣才是對的路 對外我們跟美國跟日本跟各國都是好朋友 但是我們更期待兩岸能夠和平 因為大家都想要過好幾次 八成誰去台就是安定了 我們歡樂夜誕辰我剛剛經過 下個禮拜是平安夜 我們最期待的就是台灣能夠平安 兩岸能夠和平 我們的所有的全民參購貴侯子季